哈喽勇敢的小伙伴们你们好啊 我是路易 本期视频给大家带来一个终极养狗流 本场比赛是一局单人排位赛 我们家一楼直接选了泰尔真人 我们家四楼让我帮抢成吉思汗 我说明世尹放出来了 我选明世尹 我们两个辅助你怎么样 大狼狗很赞同我的想法 我们家五楼说 哎有点意思 于是五楼选了一个刘邦 配合我们保护大狼狗 于是呢 我们愉快地开启了终极养狗流的玩法 玩法很简单 明世尹和泰尔真人出一件辅助装备 中路和野区的经济全部都给大狼狗 想必大家应该在其他的视频中 看过一些刷钱流 就是上路下路兵线一起吃 在其他某个游戏中 也曾经有过这样的玩法 但是王者荣耀不需要补到小兵的最后一刀 也可以获得经济 这就让王者荣耀的刷钱流变得更加简单 这种养狗流玩法一定要有泰尔真人 为什么呢 因为泰尔真人的被动是 泰尔真人的附近非敌方英雄单位 如果死亡的话 他旁边的友军就会额外获得35%的金币加成 另外泰尔真人的大招复活 可以让我们家的打野容错率变得更高 至于另外一个辅助 明世尹嘛 我只是一件装备 成绩是岸的核心装备 这种玩法就是出门 我们先清理一下中路的兵线 随后再刷一下自己家野区 野区刷完之后再清理一下中路的兵线 随后再刷另一半野区 如果敌方来反野怎么办呢 敌方来反野我们就直接干他 我们前期还是很强的 毕竟我们有明世尹的存在 这种野区发育流的话 养大狼狗是再合适不过了 还有就是大家可以养鸟 就是纳可露露 养纳可露露的话也是很强的哟 这里比赛时间刚刚一分二十秒左右 我们已经清完了两拨中路的线 和自己家的全部野怪 此时我们应该抓人了 打野已经达到了四级 明世尹配合成绩是岸 本身就是一个很强的存在了 再加上吃一个中路线 再来一个泰尔真人辅助 那成绩船真的是天下无敌 这里入侵一下中路 打了几下干尿摩依 干尿摩依直接跑回了塔下 这里由于我们是单排 配合的不是很好 我不知道队友将要去何方 大狼狗想要抓一下上路 我们在后面亲 跟前后上路的两个小可爱 可能还不知道他们即将就要死亡 大狼狗非常的鲁莽 完全不看泰尔真人的位置 自己一个人上去去看 太点被敌方反杀 此时我和泰尔真人两个资料处 把大狼狗的血抬了回来 此时我们家蓝猫王在上路草丛 看着我们战斗 非常勇敢 敌方干尿摩依试图阻拦我们一波 奈何我们移动速度太快 输出过高 交出一个闪现之后 还是命上当场 像干将这种英雄 再过五分钟 我们加成吉思汗 一个普通攻击 一个大招 就可以将其秒杀 成吉思汗现在的血量 并不是很多 但是完全不用回家 一是他要出吸血 二就是我马上达到四级 我们在使用明世音辅助的时候 一直用紫色的线就可以了 很少可以需要黄色的线 因为成吉思汗是要出吸血的 我们给他加攻击力 他就可以吸更多更多的血 想而易见黄色的线就比较鸡肋 在单纯挨斗的时候 我们可以切成黄色的线 现在我们看一下场上的经济状况 看看我们的中级狼狗流是否成功 此时我们加成吉思汗的经济 已经达到了2400块 短短两分钟 就已经超过了敌方经济两倍之余 非常的夸张 在大狼狗经济遥遥领先的情况下 大狼狗非常的想搞价 但是敌方现在都微微说说都在塔下 由于装备还没有成型 不可以贸然越塔击杀 这里大家需要明白一个道理 就是说你经济越高 刷野就越快 你刷野越快 经济越高 简单的说 就是说你经济越高 你经济就越高 不单单游戏中是这样 现实中也是如此 越有钱的人就越有钱 这时我们准备反一下敌方眼区 但是敌方眼区 简直是个不毛之地 连根毛都没有 正在准备上中路清理兵线之时 发现了敌方干将 我们家成吉思汗一刀两刀三刀 直接将其秒杀 敌方达蒙一脚踢云三人 但是我们家刘邦传了过来 我一个大招把成吉思汗补满血 哇这宝货 哇就是不死 非常夸张 敌方华姆兰重剑蓄律 试图清兵 但是殊不知 我们家成吉思汗输出非常高 竟然将华姆兰在塔下直接干死 华姆兰重刀状态下 释放技能是有50%的免伤的 但是我们家成吉思汗输出 真的是有点太高了 这都可以将其低杀 你要知道 现在比赛时间刚刚三分多钟啊 下落野区刷完了之后呢 先不着急打龙 小正态的位置不是很好 我们家大狼狗上去给了一刀 直接打了三分之一的血量啊 但是我们家大狼狗 没有选择继续追击 因为他血量不多吧 一会儿我给你个大招 感觉他应该可以吸过来 看一下他打野能吸多少血吧 感觉他打野吸的血并不快 我直接给他一个大招 给他补满血啊 不然他血量不多不敢浪 当大狼狗出完吸野间之后 拥有很高的续航能力之后呢 我们在打架的时候 再给大狼狗大招 不然的话大招有点浪费 这样陪着大狼狗一直刷钱呢 因为有太乙真人的存在 不单单是他的经济非常高 反而我的经济也很高 这时我们要抓一下中路呢 中路并没有人 我们快点清兵就好了 清兵之后呢 可以拿一下龙 我家蓝buff刷新了 这时我们发现了敌方干将 毫不容易直接上 他闪现回塔下 但是没有用 我们的大狼狗利用草丛普通攻击大招 直接将其秒杀 非常夸张 这一波太乙真人 连助攻都没有混到 可见我和大狼狗的节奏多么的快 这里我想拆塔 但是大狼狗没有拆 花龙兰直接追击我 我开启二技能加起护甲 花龙兰并没有选择追击 因为他追也追不死 因为这一局我们是单排 玩起野区养狗流呢 也是不谋而合 但是我觉得可以推掉塔的话 还是要优先推塔 毕竟敌方防御塔越少 我们的活动范围就越广 这里我们把二技能换成纸的 刚才忘记了 在我刚刚切换完纸线后 我们家承机思团说纸 可见他也发现了 为什么说双排比单排好上分呢 因为双排的队友 可以提醒一些 你没有注意到的事情 这里我开启奔狼加速 直接奔敌方达摩而来 我走一下 为躲一下达摩大招 进草丛给一下视野 但是敌方达摩大招都没有释放出来 直接被我们四个人围殴致死 抓达摩这种英雄的时候 我们走到草丛旁边之后 往回走一下 为躲一下达摩的大招 这个很关键 有时候就可以躲得掉哟 敌方的干将墨烟说出去举报一波 应该是举报我们 可能被我们的野区养狗流给打蒙了 要举报我们 养猪流 我们这种野区养猪流的话 他举报应该不会成功 因为我们这也没有什么违法的事情 我们只不过是把地图中的支援 合理的利用了一下而已 这里完全可以把我们家打野 看成一个抢中路兵线的打野 而且我们家中路 心甘情愿的把中路的兵线 让给我们家打野 就是这么简单 而且成吉思汗打野有一个很好的好处 就是我们本来就是发育 就是要清野怪对不对 成吉思汗可以利用他的一技能 来看一下敌方的野怪有没有被刷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来抢野怪了 敌方的花木兰满血 直接被我们家二狗子两下给点死了 这里干将这个位置应该两刀就可以点死 我们家狗哥并没有选择上 狗哥绕了一圈想要在侧面偷袭 侧面这里还有一个草存可以刷新被动 我们家狗哥刷新被动 只需要0.1秒就秒掉了敌方敌人 我的妈妈呀 最后又胡乱A了两下 又秒掉了敌方干将 这里可以选择一波推塔 但是没有兵线了 撤一波兄弟也没有兵线了 狗哥这边以为有兵线回来了一波 但是我不行 我这边要被泰尔炸到了 好吧还是被泰尔炸到了 这里我山上有一个治疗树 如果孙命一定扔动了 我就给他一个治疗树 他这个月塔想复活 我耍逼了 我给他了一个治疗树 结果他发现了 他就走了 花木兰找到机会托我狗哥 我直接给一个治疗 刘邦传了过来 反杀花木兰 没看到花木兰怎么死的 血条明明是满的 忽然就没了 刚才还有一个小细节 就是花木兰单方面屠杀 我们家狗哥的时候 我把这个紫色的线 换成了黄色的线 这是我们看一下经济 我们家狗哥8700块 不到7分钟的时候 快9000块钱 而且敌方的干将 只有2000多块钱 超越了干将4倍 超过越了敌方经济 最高的敌人阶 两倍之余 我们家狗哥对此时的经济 还不是很满足 依然在刷 在7分多钟的时候 已经达到六神装了 夸张 捧张 帅气 野怪呢 是随着时间的成长而变强的 在这个7分钟的时候 我们家狗哥刷野的话 就是一走一过 就是只要遇见野怪 我们家狗哥一走一过 都不耽误走路 就可以把野怪杀掉 你看 这种野区养狗流呢 一旦达到了六七分钟 就是走到哪儿刷到哪儿 走到哪儿杀到哪儿 非常的膨胀 非常的夸张 这时干将说 要是能用KPL会不用 这里只是大家没有注意而已 其实KPL一直都在用 他们打比赛需要经济最大化 同一波兵线 两个人吃的总经济 要比一个人单吃的总经济高 但是呢 会让C位单吃一些经济 这里由于我走位失误 被黄木兰加敌人阶秒了 太爱真人给我开启一个大招 但是没想到我死这么快 虽然我死了 但是我们家二狗 都依然强势 毕竟我们家狗哥身上 有着巨额的经济支持 即使我不在 他的输出依然报表 有很多人呢 把明思影看成了一个 单单加攻击力的辅助 其实呢 不只是这样 明思影的保护能力 也是非常的惊人 大招回血 被动眩晕 手里还捏着一个治疗素 看 敌方的敌人节 被我们家狗哥两刀点 我的天哪 都不需要草丛 就可以打出这么高的输出吗 复活之后呢 我继续牵住我们家狗哥 此时我们家狗哥的经济 已经达到了一万一千多 短短八分多中 一万一千多的经济 超越了敌方干将 大约四倍的经济 这是何等的可怕啊 但是这种玩法有一点不好 就是非常怕 我们家狗哥直接被秒 八分钟的时候呢 我们准备来拿一下大龙 看大龙的速度非常快 我站在这里呢 准备打完龙成圣追击 但是我们家大龙 却被敌人节抢了 这个大龙在惨喜之际 忽然放一个恶虎扑羊 把我们三个全部扑起来 被敌人节捡了一条龙 但是没有关系 黄本蓝想要切一下 我们家狗哥的三层保护 且是你轻易能切死的吗 切完之后 我们家狗哥依然满血 就是这么可怕 这一局我们家 还有一个最友是蓝灵王呢 是不是你们已经忘记了呢 这里我想要越塔墙上 但是看到太二没有大招 我们选择撤退 就继续刷一下野怪 等一下下一波兵线 二狗是不怎么喜欢推塔 这里我不得不提醒他了一下了 大哥优先推塔吧 我们 我们家狗哥已经12000 13000的经济了 早就已经六神双了 四只复活甲 换名刀都已经够了 但是他还不满足 还依然想要发育 兵线赶得过来 这一波我们选择墙上 拆完防御塔之后 敌方顺便放一个大招 劝退 但是我们家刘邦非常刚 上去就是干 狗哥血量不足 大招奶口 敌方达伯 散现一个大招 踢中我方两人 我一个治疗数 没有奶回来 赶紧跑 武功再高 也怕赛刀 俗话说 乱拳打死老师傅 我们家成吉思汗 叔叔再高 经济最高 他依然是一个脆皮 敌方达伯 散现一脚 把我们家狗哥 吹在墙上 扣都扣不下来 我是一个辅助 在这里打住 在下雨的下谷里 我是一个月影型玩家 哪怕我是一个辅助 敌方的野怪 我则能清则清 隐居三人的蓝猎王 被人追击 我这里看看能不能救一下 但是还是被敌方杀掉了 再走近一点 我就可以给一个奔狼加速 助他逃跑了 但是我们家蓝猎王 难道没有隐身的吗 在一番激烈的团队后 我们家竟然仅剩下了 两名辅助 而两名辅助 清这个龙的速度 也是非常的慢 敌方的干将呢 也是疯狂的抠字啊 可能是试图在精神上 要击溃我们 说实话 你要想在游戏中 把我击溃啊 很简单 你要想在精神上 把我击溃 说实话 挺困难 我们家狗哥来了 我终于又能牵到你了 这个胎二总是挡着我的牵啊 我们牵住狗哥 从正亲口的时候到了 哎呦我的妈呀 快跑 快跑 这里敌方既然有埋伏 我们只能战略性撤退一波 这里呢 也许养狗流最怕的事情出现了 就是我们的大狼狗 我们牵不住他 他到处乱跑 敌方一个都没死 就我跟刘邦守 肯定是守不住了 但是还好我们家有个蓝猎王 我们三个守塔应该很容易 但是我们家蓝猎王直接上去 因为我直接被秒杀 你这一波操作干的 我头皮发麻 这要被翻牌了吗 就剩我们两个人了 剩我一个辅助 还有一个刘邦 我牵住刘邦显然没什么用 我回家加一下血 看看能不能断一下兵吧 我的天哪 死者马上复生 但生者仍需进度大业 我直接绕到敌人后面 试图断一下兵 哪怕让兵停一下一秒也好 但是呢 被敌方敌人阶直接点死 我死了之后 刘邦上去挡住了 那个炮车的步伐 这样敌方就点不动我家防御塔 这个炮车竟然停住了 太子人赶过来瞬间爆炸 杀掉了炮车和敌人结 这一波太子人立功了 捍卫住了我们的家园 完了 传灭了 完了下落兵先赶过来 这个花木兰在干什么 装逼 花木兰在这里装逼 兄弟弟这个逼装的有点大 在那里打字是吗 兵先赶了过来 完了我们家就剩一个蓝猫 蓝猫撇的跟飞猫撇空了 一心幻影 技能秒掉了敌方 捍我们来 通放了一个斩杀 把孙命吓一跳 达魔过来 一技能大招 没有射到墙上 蓝猫没死 但是被孙命捕了一下 直接死了 敌方在疯狂的 拆我们家防御塔 这时候我马上就要复活了 我们家刚好 刷了一根兵线 挡住了敌方的兵线 敌方拆不动塔 达魔被我们家防御塔 直接干死了 多亏敌方 孙命是一个2B 他竟然撤退了 他竟然撤退了 这时候我帮队友复活 清理兵线 准备扭转战局 我利用我细节的走位 挡住了全部的兵线 这一步 我也捍卫出了我们的家园 随后我们拿了一个暴君 清理完兵线 阴在中路草丛 准备开启下一波团战 我实在忍不住了 出来清一波兵线 这时敌方也曾彻意包袭 抓住了我们家 一个不会隐身的蓝猫王 蓝猫王勇敢地和敌方 5个人扭打在这一起 最后壮烈的在前线牺牲了 花魄蓝进场 欠我们家狗哥 在这被反杀了 达摩一技能过来一脚 清晕三人将成吉斯坦秒掉 奈何成吉斯坦 被太义真人复活了 此时我一技能牵不到别人 只能牵一下敌方敌人节 降低敌方敌人节攻击力 配合队友将其秒杀掉 这一波团战双方三换三 谁也不赚谁也不亏 但是谁都忘记了 前期我们家是有多么多么大的优势 比赛刚13分钟 我们家狗哥就已经有16000的经济了 但是16000有什么用呢 每个人只能买6件装备 漫长的等待过后 我们家队友终于复活了 准备去打一个大龙 但是敌方已经在打了 我直接冲入前线 吸引一下技能 顺便开一下视野 让我们家狗哥在后面安全输出 蓝猎王终于找到机会 击杀掉了一个死体的敌人节 但是敌方达摩赶了过来 一脚又把我们家二狗子 射在了墙上 但很可惜 达摩这一脚虽然很帅 但是他的队友已经凉凉 这一次船上 我们成功一换三 而且还拿掉了一个大龙 肯定是乘胜追击 准备一波收掉比赛 此时我们中路有一个半血的近战兵 有个满血的远程兵 满血的远程兵 后面还有一个满血的主宰前锋 这一波肯定是一波了 太真人看家就够了 此时我们只需要等一下兵线 兵线过来直接拆掉敌方基地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家狗哥非常嚣张 想要杀孙斌 孙斌一个大招一一灯劝退 敌方干将肉后 想要清理兵线 我们家狗哥去阻拦 他有复活甲 我们先不用管 快点清理兵线 这波兵线不清理掉 我们家龙就进不来 狗哥复活 回首一个大招 哪一口 独宰前锋 也是终于赶了过来 我们三个人普通攻击 一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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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拆掉了敌方基地 取得了比赛的胜利 VITALIN 这一局可以说是打着跌宕起伏 一波三折 一波又起 一波又灭 有小伙伴可能有疑问 你这打的是黄金局吧 这里是一个星耀山的转位 看不见到这里 金牌中路 金牌中路 哪泥 为什么我是金牌中路啊 我也很奇怪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 整场的输出 看一下输出占比 这一局主要是打的时间太长了 中间被人灭了好多波 如果是一直打到最后的话 狗哥的输出占比可能会更高 现在是打了66.8%的输出占比 我们的输出 我打了1.5% 3651 好了 感谢各位勇敢的小伙伴观看 我是陆爷 10月24日我在B站直播 拜拜